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世民作为历史上鲜少的贤明君主 他为大唐做了不少贡献 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贞观之志 为唐朝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然而正是唐朝发展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却驾崩了 年仅52岁 纵观整个古代史 皇帝英年早逝的也有很多 有病逝的 也有被谋乱的人杀害的 史书上都有详细的记载 但有关李世民的死因 史书上却没有详细的记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宋代史书中说 李世民患有庸居 这种病与他多年征战沙场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 李世民极有可能 为了治疗陈年旧疾 或者保养身体 而服用丹药 进而被毒死 根据史书的记载可知 李世民在早年间 并不是一个沉迷修仙得道和方术之人 作为一代明君 他对这些神叨叨的东西 很是抵触 但是在李世民年纪渐渐大一些之后 他不仅自己服用一些丹药 还把一些方济赐给大臣吃 一次 大臣高济府上书奏表 深得李世民之心 他夸赞高济府所奏之言 犹如钥匙 便把忠辱这位方药赐给了高济府 此外 李世民的心腹大将玉池公 在晚年对方药很是迷恋 造炉炼药 忙得不亦乐乎 专家推断 他这么做 极有可能是受了李世民的影响 作为一代明君 作为开创了开源盛世的君主 唐史中关于李世民死亡的记载 只有寥寥数比 实属反常 也正是因此 后世研究唐史的专家认为 李世民的死 极有可能与丹药中毒有关 据史书记载可知 唐朝外交家王玄策 曾从印度带回来一个名叫 罗尔婆妹的人 此人声称自己靠服用丹药活到了200岁 这让李世民很是高兴 他开始服用罗尔婆妹炼制的丹药 而吃了没有多久 他便在钟南山翠薇宫寒风殿病逝了 作为文质武功盖世 一心只为设计的明君 李世民的死因沉迷 有人说李世民让人为他炼制丹药 此人是个江湖术士 并没有炼出丹药 所以李世民的死不可能与丹药有关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 实则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的是 李世民绝对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主 骗子要想全身而退 必须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 否则就是找死 因此 骗子不可能用炼不出丹药来搪塞 而是胡乱整出一些药来献给君王来保命 至于是否有效 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 即使李世民是中毒而亡 唐朝的史官也不会按照真实情况来记载 毕竟这么做的结果必定是被杀 所以他们只能将李世民的死因一笔带过 以免节外生枝 巧合的是 李世民的死正好发生王玄策举荐江湖术士之后 让人不得不多想 宋代史书中记载说 李世民晚年得了一种病 名为庸居 这种病与他连年作战和过度劳累有关 此外 为了争权 李世民的儿子们并不怎么安分 太子里程前还发动了政变 意图效仿李世民篡权 这让李世民身心俱疲 所以 即使他没有服用丹药 这些来自身心上的苦痛 也无法让他长命百岁 公元626年登基 公元649年病逝 李世民开创了政治清明 经济繁荣和文化高度发展的贞观之志 唐朝在李世民的统治之下 日益强大 民众安居乐业 但他这个为了设计而过度操劳的异国之君 却在大眼之年刻然尝试 令人唏嘘 李世民前期在治国方面是信心满满 但到了后期 李世民在攻打高利上受阻 再加上年纪渐渐了 李世民逐渐失去了自信 比不上年轻时的意气风发 此外 李世民还要面对皇子们争夺皇位的场面 而且更加令李世民寒心的是 自己煞费苦心培养的皇太子李承前却意图谋乱 连太子都不能相信 李世民还能相信谁呢 此时的李世民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争夺皇位奋力一搏的皇子了 接连的打击 让他的心里悄然发生变化 人到老了会寻求一些精神寄托 李世民也不例外 谁不想当皇帝呢 既然当了皇帝 当然想活得更久一点 于是李世民为了延年益寿让人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法子 世间哪有长生不老的人呢 只有那些巫术会捏造这些噱头来户人 李世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竟然相信天竹国的一位艺人制作的灵丹 在这个艺人的百般吹嘘下 李世民何止是动心了 恨不得多吃几个灵丹 活得更久一点 结果可想而知 李世民服用了来路不明的丹药 继而殒命了 李世民精于治理一生 最后却毁在了拙劣的骗术上 这要是传出去了 恐怕有损李世民的名声 所以使官们才选择隐藏李世民的真正死因 其实任谁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奇的仙丹的 要是有的话 这个世界岂不是乱套了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虚无缥缈的奇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